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是一个特别 control自己的一个人 对 不太会 所以其实我不太愿意会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 是我不希望把我所有 就是这一段东西告诉观众 我是一个这么理智的人 我不希望他们知道我是这样 你就去看戏就好 你相信我那个时候是真心的就是真心的 你不相信我是真心的就不是真心的 如果大家非常非常想了解生活中的理性 是什么性和他对恋爱是什么样的态度 他所有的东西 那我做到的角色你就不会相信 对很可怕的 我一直在发一些很好的数也好 影片也好或者是文字也好 我希望可以改变我身边的粉丝 对于价值观或者审美的一些变化 但我看大家其实在下面有很多调侃我的人说 我们喜欢你什么 还要你来帮我们决定吗 所以他这句话呢很酸我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听进去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喜欢我什么 而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而已 我能影响谁就影响谁 我影响不了谁 我也没有办法 人家喜欢我的是外形也好 戏也好 还是我平常生活中微博发的东西也好 所有东西出发点是别人 我只能做好自己 对 就想问一下 在这么多热搜里 你自己印象最适合的什么 那其实韩商言这三个字上热搜我会更开心 因为我每天确实工作这些铺的很满 然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搜一下 那其实刷到最前面的是什么 我就看到的是什么 就只能说是碰巧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我有的时候反黑战发的东西 我确实没看到 唱小猫鱼那个上热搜了 我的小猫驴不见了 有谁看到我的小猫驴了吗 所以我就很下意识地去评论 但是确实反黑战的我的粉丝们 也有他们的工作诉求 所以我就去道歉了 对我是最大的黑粉 我是自己最大的黑粉 如果要说现你有的话 是要把我上面的标准最新的 还是感觉还是缘分 有些东西是一见钟情 就像童年对韩上烟 那我对另一半的感受 也是一见钟情和日走深情都会占 就比如说你一见钟情 但是你跟他相处下来 你觉得他很多东西都不合 那肯定没有办法长久 那有的人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还好 但是你越跟他接触 你觉得越甜 对其实很像 童年和韩上烟 韩上烟和童年的这种感觉 两个人慢慢走到一起 是要有缘分 性格魅力 我真说不上具体的 我觉得是感觉 因为可能每个女孩 都有每个女孩成长的经历 和他们所接触到的情感情 不一样 善良 温柔 孝顺 对 可能吧 就跟健身一样 是一个长久以来控制心知的本事 在这部戏中 可能感觉你一直在吃糖嘛 然后吃了多少糖 自己有 没有很多 因为其实拍 吃糖戏的镜头 都是单独的 那其实加起来吃糖 整个剧吃糖就吃了十次吧 十到十五次 你128天吃十五次糖还好 一颗糖而已 不太会计较 健身的爱好 我会在现场 如果有空的话 做做服务称 然后自己回房间 收工早 我会去健身房 什么时候开始 你都会计较好的身材 不管你穿心之后 在镜头里 看到自己这么胖 就一直坚持到进去 对 就被吐槽 连父母都吐槽我 那最终于要常常 你现在恐高嘛 现在生活中 你有进行跟他的东西吗 我也恐高 我不喜欢 所有娱乐场的那种 游乐的 高度游乐设施 过山车 海岛船 摆锤什么 我都不敢 有句话不叫 宠如不惊看 庭前花开花落 就平静地看待这些事 就是我也看到了 我在低谷的时候的 营销号骂我糊 骂我不好 骂我戏不播出 也看到了 在我戏播出的时候 大家对我的赞扬 和包括台词不好的 一些批评 我觉得就很平淡地 看待这些东西 不足的地方去弥补 然后觉得好的地方 继续保持 这个也很妙 因为我觉得我接项目 其实是看的是 我所来找过来的项目 从中选最好的 而不是说自己想演什么 就比如说 想拍王家卫 想拍李安 我不是我说了 第二天就能拍 对 只能说是看命 对 最近大家说 你照里了很多卡通人物 我觉得这里 可能有卡通人物 这些 路易斯吧 如果路易斯 一种动物形容 自己的话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 松鼠 为什么是松鼠 塞棒子 你想说的自己是 文艺美丽还是实战性的 说实话 我希望都有 然后最喜欢自己 心里的那个部门 都还不错 就是一点喜欢的 你还是不会 主动去对你 比较被动 如果对面走过来 你说是先看你 还是先看你 这不能告诉你 个人的小秘密 说是当初你最喜欢 对你影响最深的电影 《盗梦空间》 《爱乐之城》 《音译杀手2049》 那你最拿手一张开心 没有 我只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主鸡蛋 因为健身梦要吃鸡蛋 我自己的表情吧 就是韩商人的那个 那个回头 嗯 现在大家是有个新的男友吗 但如果到了8月 主播大家又换了一个新的爱 你心里会吃醋吗 每年都会有7月的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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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